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回到科学新知第三节 这节就与大家尝试一些比较前缘和抽象的粒子物理学的发言 这样说 大家先不要让这个题目吓到 我尽量尝试由最基本的东西去了解 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对于我们如何了解 我们这个世界组成的最基本的植物物质 是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发言 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和大家介绍的 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物理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粒子 这个粒子如果是中文直译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搞笑的 就是叫交波 现在物理学家发现了交波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呢? 还有就是它牵涉到不是我们现实世界 那么直观的东西 就会在这些粒子世界上出现 所以我很想把这些很奇幻 很抽象的东西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 不要说交波这个概念 首先大家要知道 其实在粒子世界里面 就是我们如果数回世界万物 如何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 我们会将它 就是抽屎剝茄去混合 就是组成我们世界物质的最基本单元是什么呢? 我们开始以为元素周期表里面的元素就是最基本的 后来我们才发现 原来各种元素里面 它的原子核和外围的电子结构 都是各有分别 然后就是 那个原子核是如何决定 整个原子的特性呢? 就是里面有多少宗子和多少质子 就是neutron, proton 那些数目 就决定了它的物理的特性 原来也还未完结 就是我们一度以为 会不会中子和质子 就是组成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职目呢? 后来发现又不是 还可以看得仔细一点 如果你将一个中子和质子 再看看里面的仔细结构 就是透过那些高能粒子物理学 撞击实验 你就知道里面有更仔细的结构 甚至乎总是会有人问 会不会那些再仔细结构里面 那这个暂且不提 就基于我们现在的 物理学的实验证据 我们就知道 普通的化学元素不是最基本的 更加基本的 就是组成各个化学元素 它的原子核里面有多少粒宗子和质子 这个宗子和质子也不是最基本的 你就要再看这些宗子和质子里面 是有什么夸克 来去组成究竟决定它是宗子还是质子 而且夸克又是会分很多种 原来分成六种 六种出来的配搭也决定了出来的粒子 它是宗子和质子还是其他古灵精怪的 一些更加重的奇怪粒子 但是以我们日常生活 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宗子和质子 然后由这些宗子和质子 也组成了各个不同的原子和元素 才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万物 就是这些由基本粒子物理去决定了整个化学的形式 和生化的形式是如何 所以这个题目我认为是一个很基本的题目 但是当然我这里也有些简化了 如果大家看看这个图画 在我头壳顶的紫紫藍藍的图 其实大约是一个质子 Proton 正常来说它是带一个正电 究竟为什么它会带一个正电 原来里面有两个上夸克加一个下夸克 有时中文语就比较麻烦 我们就up和down 接着还有另外四种 strange, charm, top, bottom 就算是一些名字 但是up和down这两种的夸克 基本上就是形成我们 宗子和质子最基本的夸克 但是夸克不只是靠夸克 来组成宗子和质子 中间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这些夸克会带电货的 如果你没有东西 它会不会大家都带正电的时候 就排斥 于是乎就不能够稳定 其实不是的 因为在这个核子世界 去到这个质子和宗子 这么微小的世界里面 是会有另外一种力 是完全赢了 令到你根本上不需要理会 那些正负电荷 正正排斥和负负排斥的东西 就相对变得不太重要 由是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些叫基本力 我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 但是我趁着这个机会也要说多次 那几种基本力 原来世界上的东西有质量 就会有万有引力 这些引力就是其中一种基本力 OK 然后我们更容易感受到的 最左边的电池作用力 OK 两构磁铁 铜极就会排斥 南北就会双吸 然后因磁生电 因电生磁 这个是我们掌握得最清楚的一个基本力 另外还有中间的两种 就是先涉到核子层面 刚才我说到那些什么 跨刻和跨刻之间 如何扯在一起 令它可以结成一个宗子和质子 那样东西就叫做strong nuclear force 它另外也主宰着 我这粒质子和旁边的质子 大家的大静电 为什么都可以粘在一起 最后形成了一个原子核 又是有这种strong nuclear force 才成事的 然后有一种叫weak nuclear force 就决定了质子和中子 究竟里面有多容易留住这些电子 于是乎它有不同的衰变 就取决于它里面的强核作用力和弱核作用力 它的变化就决定了衰变是否容易发生 这个纯粹就是我们知道有这个物理学的四种基本力 但我们今次要集中看这个 strong nuclear force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它里面除了有这些夸克的东西 形成到宗子和质子 而亦都会有一些力量 是帮我们将这些宗子和质子 是可以硬地均嵌在一起的 就是强到一个地步就是 这些质子和质子本身大静电 它为什么不会排斥走呢 其实是会的 不过是因为有一个更加强的力量 来将它硬地均嵌在一起 所以它排斥不走 那些人就会问 那究竟这种力的基本的原因是什么 有些什么在这里呢 那这里就来到一些更加抽象的东西 就是有样东西叫Gluon 硬译作中文就叫做胶子 Glu就是胶 它的作用就好像将这些东西粘在一起 将它粘在一起的 那就是说 这些强作用力 它之所以能够赢得正电荷 互相排斥的电池作用力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强作用力里 存在着一种叫Gluon 一种很强的一种胶 它就以一个粒子形式去形成 这种胶的作用就是 它存在充斥在这些夸克和夸克之间的时候 就将这些东西粘在一起 OK 亦都是我们这个proton里面的夸克 和旁边的neutron 或者和旁边的proton 就是这些中子质子之间 它们的夸克之间 它们的夸克互相 和外面的中子质子 它里面的夸克有相互作用 透过什么相互作用呢 就透过这个叫Blueon 这种相互作用 就令到它们能够粘在一起 在这个量子力学 应该就是说 量子长论里面 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会认为 去传递这些力 中间一定要有一种 媒介粒子在这里 一种力的传递子在这里 譬如说 电池作用力的力传递子是什么 就是透过它们交换光子 于是乎 我们就会有这些 正和正的互相排斥 譬如 基本上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为什么两个正电会 互相排斥呢 就是互相大家在那里 就是光子 这些光子 不是你那么容易去看得到的 OK 然后就于是乎 它们互相扔东西 于是乎它们互相远 来互相排斥 那么 所有的力的作用 我们就认为 中间是有一种 叫力的传递子 OK 当然 我刚才也说了 有点简化 就是 你就好像说到 大家互相抛一些实体东西 于是乎它们就会有吸引力或排斥力 但是实际上 在那个量子长论的理解 就是不太准确的 如果这么说 它们就会是 总之 有个电磁墙 在墙之间 它们互相互作用 而这个墙的其中一个体现 就是可以形成一些这样的力交换子 就是说 你如果在实验中 找到这些力的交换子 你就证实了 有这种基本的相互作用 在这里存在 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究竟它们互相抛的是什么呢? 其实它们在互相抛 我们刚才说到 互相抛一些东西 然后大家互相传递到力 这是我们很 日常生活直观的一个比喻 但这个不是最基本 最准确的解释 而是说 它们是透过一个在量子层面的 一个长相互作用 OK 那这种相互作用 我们怎知道存不存在 就是原来这种相互作用 往往很多时 就会形成到一个很独特的 代表这种长的一种粒子 那我们夺到这种粒子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长 这个相互作用是存在的 过往有没有经验 我们都试过这样去理解 就是当我们介绍这个 上帝粒子的时候 那些什么希格斯波式子 希格斯牆 我们怎知道有这种 希格斯形式的相互作用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实验中 真的能够到一个 希格斯波式子 所以我们知道 希格斯波式子背后 就是一种希格斯牆 这种希格斯牆 其中的特性就是 能够赋予物质有质量 这就远离了我们今天的题目 大家记住的概念就是 我们能够赋到光子 于是乎 根据我们的量子长论 我们知道有电磁相互作用 我们能够赋到一种 Z或W的波式子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就是有弱的相互作用 因为它们就是这种 弱相互作用的 这种力的传递子 OK 接着我们怎么知道 有强相互作用呢? 因为我们真的 在粒子物理10月内 量到这种胶子 它们就专门帮我 去做不同夸克之间的媒引 令它们可以黏在一起 有人再会问 万有引力作用之间 有没有力传递子呢? 我们会认为 有一样东西叫Gravaton 但是今时今日未能量到的 光纸、Z和W的波式子 Bluon我们也能量到 然后今次我们就发现一种叫交波 真的要说到什么一回事 现在看看画面上的图 正常在最左边 正常就是 如果是一些物理学内的基本粒子 现在这里代表着 不是一个中子或者质子 它只有一对的夸克 是一个简化的图 你可以代表着 某一种是带夸克的一种粒子 它们中间的弹弓 就是这样的胶子 透过弹弓去扯着两边的夸克 令它们不要弹出去了 譬如说 质子之间有两个upquark 一个downquark 就是透过这些胶子 将它们继续扯着 在一起 究竟它什么时候会表现到 中子和质子 或者什么时候会表现到 其他一些戒指的东西 就好视乎里面有多少粒夸克 如果有三粒夸克 再加一堆胶子 抓住这三个夸克 这通常就是一些中子和质子 或者是一些 还有一些奇怪的重子 也有 但是如果里面只有两粒夸克 就给一个这样的胶子 抓住的话 那些通常是一种叫meshod 一种叫戒指 然后有人就会问 很有趣的 这是因为理论上容许的 会不会世界上有一样东西 里面是一个 好像一个跟那些戒指 或者跟那些中子和质子 那么小的尺度里面 但是没有了夸克 只有这堆弹弓 只有这堆胶子 自己握住 自己扯着 就是那个弹弓的作用 他们就不是扯着了那些夸克 那些带电荷的东西 而他们自己之间互相扯着 形成了一件东西 就是这些胶子 自己一堆形成了一粒东西 就叫做global 这件事在理论上 运算有人计算是可行的 而且出来的质量很有趣 他会出来是有质量的 我们用一些很经典的图像 我们会认为 一个中子和质指有多重 是不是里面数下的夸克有多重 接着那些global 我们计算是没有什么质量 但是整个系统形成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 为什么 1加1加1最后等于10 如果我们将所有 这些3个夸克的普通质量加上 我们只能解释到 整个中子或者质指里面 有三成的质量 所以我们就知道 因为你在看的是量子世界 甚至乎是带有相对论性的世界 里面有很多质量 不是就这样透过你去数 一些东西做简单的家属 我们知道如果东西移动得很快 它会有额外多质量 还有有些东西经过相互作用的时候 它会由希格市场 拿到多些质量的特性 所以质量的特性 在原子的世界里面是很有趣的 它不是一种死糊糊不变的一个常数 是可以随着理解 究竟有什么核作用 在内面的时候 它会变的 所以哪怕这些胶子 我们认为它是没有质量的 但是它如果自己在这边形成的时候 它就会涌现出一个质量 如果质量是不小的 这就是在粒子世界里面 最离奇的一些东西 现在你看到这次的发现 其实就是由中国科学院 他们里面一个专门做一些 将正电子和负电子对状的 一个比较轻型的粒子加速器 它与我们在瑞士、日内瓦 看到的重子加速器就不同 它专门撞一些很轻的东西 就是撞一些正电子和负电子 能够产生到一些能量级 都算是很大的火球出来 在内面尝试抽屎膜 看看是否找到这些叫做胶波 由一堆胶子自己处在一起 而是没有任何跨在内面的一个胶波 究竟有和没有呢? 在2015年有其他实验组 好像找到初步证据 但我觉得这次最重要的是 由中国科学院这个发现 他们首先是 叫做第一个 是找到一个 都叫相对比较可靠的实验证据 而且实验准程度 不确定性是压到很低的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 就算不是100%肯定 由实验到肯定到它有 你是99.99994%肯定 但这次中国科学院这个实验 似乎能够满足到肯定的程度 比起99.9999994% 还要再逼近很多 更加接近100% 是否这样就肯定 中国科学院发现了这个交波呢? 那就是 整个物理学的运作来说 是未算的 因为现在还要很等待 就是说 是世界上另一个独立机构 都确认了 那我们就肯定 今次中国科学院这个发现 就真的去先了 以往我们找到希格斯波色子 也是的 在日内瓦的箱实验里面 它不是箱只是做一个实验的 它将它分成两组 两组仪器 变成有两个独立的实验 一起去做 都找到一样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说 在双的粒子加速器这个设定里面 因为有两个独立认证的缘故 我们就证实到 有希格斯波色子 就是这个上帝粒子的存在 现在在中国科学院里面 我都很相信 它最后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对的结果 因为它的肯定程度很高 但是在物理学实验的精神里面 现在还要等待 另外一个独立的实验仪器 再去相互印证 就正式决定了 我们在整个粒子世界的模型里面 根据我们的粒子理论里面 我们找到胶波这件事 是应该要成立的 所以也是一个 在基本粒子物理里面 也算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和重要的发现 如果真的有证实的一天 我们也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节到这里 我们下节有其他的题目